一代伟人毛主席一生敬重英雄 对英雄后人更是尽其所能的提供帮助 可谁也没有想到 1951年 当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人 向毛主席提出安排工作的请求时 毛主席非但置之不理 甚至还特意表态 不愿意为他开这个仙河 在场的人都很奇怪 毛主席一向向民族英雄岳飞推崇被制 为何对他的后人却置之不理呢 欢迎百度搜索 毛主席对岳飞后人置之不理 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在这点个三连 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20世纪50年代 毛主席在视察过河南黄河流域后 突发奇想要去顺路参观一下岳飞故里 作为一个历史涵养颇风的领导人 毛主席对岳飞有着特殊的感情 无论是在私底下还是公开场合 毛主席都毫不掩饰对岳飞的称赞与肯定 甚至在伟人的很多作品中 都有岳飞满娇红的灵感来源 如今有机会能够拜访岳飞故里 毛主席肯定不愿错过 在走到根据宋史岳飞传 所编写的古碑面前时 毛主席停顿了两久 十分耐心的将古文上的文字通读了一遍 特别是在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 据考证岳飞后代中没有一个人当过汉奸后 毛主席更是百感交集 神色中难免对岳飞的尊敬 而与此同时 真正的岳飞后人也在试图争取与毛主席面谈的机会 这个人就是岳昌烈 他是岳飞孙子岳科的后代 因为生活在清末时期 一心想着参加科举的岳昌烈 报国无门 只能够回到村子里 做起了普通的教书先生 等到他好不容易能够勉强靠教书谋生时 日本人的侵入又打破了他的平静生活 为了能够建造第二个维满洲国 日本人找到岳昌烈 并向他表示 如果他愿意利用岳飞影响力 来拉拢大家加入日军 那么他将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面对日本人的示好 岳昌烈毫不动摇 他认为 既然自己是岳飞的后代 就不能干出任何出卖国家的事来 岳昌烈的态度 让日本人十分愤怒 当即便搜刮了他的全部财产 这让岳昌烈很快就成了流民 只能够靠乞讨来维持生计 清中国成立后 时速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岳昌烈 便想通过毛主席 来改善自己的生活难题 1951年 在万般无奈下 岳昌烈写信给毛主席 在表明身份的同时 也请求毛主席给予帮扶 但因为当时毛主席日理万机 岳昌烈的来信被不慎遗漏 毛主席并没有注意到岳昌烈的求助 直到1952年 岳昌烈鼓起勇气写下了第二封信 这才让毛主席注意到了他的窘境 当时 清中国百废戴心 需要帮助的人多如牛毛 毛主席认为 如果因为岳昌烈的身份而采取救助 未免会落人口舌 考虑到岳昌烈曾拒绝过日本人的拉拢 毛主席这才决定 灼情救助岳昌烈 以介绍工作来替代经济帮扶 让岳昌烈能够真正意义上摆个困境 不得不说 毛主席的决定才是真正做到了从实际出发 灼情救助英雄后代 既能表示自己对将门后代的重视 也是对岳昌烈抗日行为的肯定以褒奖 比起一味的经济帮扶 这样的救助更有人情味 也在无形中表明了自己的公正立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